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Zoe 拼圖 我要去剪頭髮 我要去做PCR 好 我會好好收藏 然後我會把它帶去美國 超酵母 把揚子上去 放入煮牛肉 放入鱸冰箱 放入鱸中 会用熟的鱸 哦 嗯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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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0、温度 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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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入烤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Zoey 今天是7月23號 我今天呢要去辦美簽的面試 然後是下午1點半 所以我差不多可能11點半左右要出門嘛 因為它在內湖 我是抱內湖那一間的 然後它其實離我們家有點遠 所以要早點出門 然後就帶你們去看一下面試 裡面應該是不能錄影 但是就是拍一下外面 什麼整個到內的過程 然後今天還會再去買一些小東西 買完明天要去剪頭髮 所以明天我也會錄影 然後反正接下來的VLOG的內容就是 我這一個禮拜都做了一些什麼比較特別的事情 好那現在就趕快來去早餐 咖啡 咖啡 明天就很好吃 明天就很好吃 大家我現在在捷運大鞍站這邊 捷運大鞍站 這邊捷運大鞍站 然後我們要從大鞍站搭到內湖 搭文壺縣到內湖站 然後再走個十分鐘就可以到美國在台協會 所以現在就來等一下捷運 嗯 結果我還記得以前文壺縣人很多耶 現在真的都還沒什麼人 人超少的 對等一下捷運 然後就可以去辦簽證 現在時間十一點半左右 然後我是提早出門很多啦 但就是 就是怕遲到啊或是有什麼狀況還可以 有時間可以應急一下 對等一下捷運 有啊 一起來亂天就不慘 嗯 也很大 哈哈 白禮華 醬蘭的天啊 大家好 現在已經 嗯 八點了 對我下午一點半的時候我去做美簽 然後面試完 我就回家休息了一下 我剛剛六點多的時候我出門去康氏美買一些 嗯 我要帶去美國的一些化妝品啊 然後藥用品之類的 然後買完之後我就到家跟我媽一起弄晚餐 弄完之後現在可以吃了 超餓的 對 那明天我要去剪頭髮 終於要剪 這超級長的頭髮 終於要剪了 然後 帶你相機出去剪 剪完 再跟你們分享我今天美簽 就是有遇到的狀況或是 就整個流程 那如果你們還有關於美簽的問題啊或是還有什麼就是出國的問題之類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我都會回答你們 好 好 那 我們現在就趕快去吃飯 go 今天的晚餐是類似 歐洲漢堡之類的 然後裡面就是 這樣 呵呵呵 沒有蛋什麼也沒有 就是一個肉 然後小紅瓜跟 烤好的兩片厚片吐司 然後呢 隔壁有一個烤膠麵包 然後還有兩個 欸這是什麼的 就是這一個的壽司 跟聖群連買的吧 對 反正就是這樣 另外一個呢 就是沙拉 對 然後我們這次用的 醬給我 這次用的醬是這一個 對好 OK 健康廚房 好 然後再來就是 旁邊有這個 烤雞翅之類的東西 然後這個是 蘿蔔 購丸 湯 OK 我還要可以把這個 放上去 嗯 那放我前碗沙拉好不好 對呀 我來吃 西雄肉 嗯 沒有筷子啊 我沒筷子 鴨肘 鴨肘 薯餅 我剛才呢 吃完飯了 大家有看到畫面 就是我們今天晚餐吃的東西 那因為 最近要出國的關係 所以我就有 上網訂了一些東西 然後想說準備要帶出國 然後或者是 反正就是最近買了一些東西 想要跟大家來開箱一下 好 那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 今天到貨的 加丹尼爾 最近他們家的 防曬 很紅 還是 已經紅一陣子了 反正 我之前就看很多人在推 他們家的防曬 還有一個就是什麼 紅茶 紅茶霜 跟一個 什麼 鯊魚 鯊蛋白還是什麼的 反正就是那一類的產品 然後我這次呢 就先買 他們家的 防曬 我之前 呃 還在海洋讀書的時候 我有買過他們家的面膜 因為那時候 好像一盒才三百塊 好像是這樣 就那時候很便宜很便宜 然後 我就買來用 還不錯 它是那種很薄的很薄的那種 很薄很薄的那種面膜 對 用起來還行 就是買了 兩個他們家的防曬 它叫做 雷感清透防曬凝乳 聽說這個 這一款擦起來非常的 沒有感覺 擦了像沒有擦一樣 那就 非常適合我這種 很油的膚質的人 因為我很討厭擦那種 防曬是一擦上去很油 又很黏的那種 對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 它 這叫做 紅茶酵母修 敷精華霜 對 它就是有那種 有效提升保水度啊 然後 撫平細紋 就是之類的 反正就是保濕 對 大家可以去問問看 我是還沒用過 之後可以再跟你們分享 它用起來怎麼樣 好 下一個呢 來開箱一個 我跟 Daniel一起買的 一個 拼圖 它打開裡面有 這些東西 有一個 如果你缺了拼圖的話 它會告訴你 該怎麼辦的一個說明書 對 然後 這個 欸 喔 我知道了 這一個 牛蛋呢 是 它們現在好像你買 買 大送小吧 就是這應該是送的 小 70片 還是幾片 就反正就是很小很小的 對 70片的 小拼圖 然後這個就是 嗯 我們這次買的 大的 圖案 然後先 先我把這個包裝拆下來給你們看 長這樣子 這是我們選的 300片拼圖 因為我們最近才拼了一個 108片 就是很小的一個 然後 越拼就覺得 好像是一個很值得配樣的興趣 所以呢 我跟Daniel就一起 就是 想說在上網 訂一個 在我出過之前可以 有一個拼圖來拼 這樣子 那這個呢 然後再加上這個 小的70片 這樣子 這一組 是 好像是550塊的樣子 550好像 對 它是這一家的 拼圖總動員 這一家的 就是大家可以上他們的 蝦皮網站 或者是Instagram 都有 他們在賣這個 的 很多很多 各種圖案的 拼圖 你們可以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看 好 下一個呢 就是 分享一下我去 康斯美買的一些 我覺得 自我購物袋 對 我覺得很值得跟你們分享一些東西 首先呢 因為我 出國 我想說 剛開始去那邊 很多東西都不知道去哪裡買 或者是 會不會用到自己 不喜歡的 所以我就在台灣買了一些我用過的 對 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就是這個 嗯 這個 卸妝水 它非常的 水感 它就真的是跟水一樣 而且 清爽控油性 我覺得它這個 卸妝水真的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是要 買開架的話 然後我就想說 先帶一個小瓶子去 等到我之後有需要 我可能會再去找 就是有賣這些東西的地方 再去買就好了 再來就是 ZA的 美白隔離霜 這個呢 它蠻好用 就是我覺得它的 潤色效果其實還不錯 但是 之前我用一用 好像會 跟某一個品牌的 妝前乳之類的東西打架 好像是這樣子 對 所以如果你們買這個的話 然後要用很多其他品牌的東西 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是不是會 打架 好 但我覺得這個是還蠻好用的 再來就是這個1028的睫毛膏 它真的超好用 它就是 弄起來不會很狗 然後 或是一大堆 整個弄在你的眼睛上面 它真的 很好的刷開 對 我真的覺得 1028的睫毛膏是我用過 最好用的睫毛膏 到目前啦 雖然 我都是用開架的東西 因為比較便宜 差不多 COSB的東西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想要介紹的 其他 就 就先這樣 好 下一個呢 就是 要 來分享 我弟呢 他的 朋友吧 想要買台灣的 欸 海邊走走的餅乾 然後 因為我們家都沒有吃過這一家的 東西 但我們 一直知道 有這個東西 但是沒有吃過 所以 我弟那一天他就去買了 這一盒 他的招牌呢 好像就是 花生口味的 有點像是 蛋捲吧 就裡面有餡的那一種 打開給你們看一下 怎麼怎麼樣 噢 裡面有一個說明書吧 海邊走走 就是他們 他們的 噢 他跟你說怎麼樣吃這一盒 就是他說 你可以冷凍一天 然後就是有冰沙的感覺 或是你可以去加熱 這邊爆漿 對 他是 手工的 蛋捲 來吃一個看看 這樣子 它就是一個小小包裝 然後裡面 有兩個吧 對 裡面有兩個 沒錯 打開支 然後呢 你可以看他 側面的醬 就已經直接 爆出來給你了 超級誇張的 這邊 有沒有 直接爆出來 然後他也是蠻粗的 蠻粗的 嗯 蛋捲 捲了好幾捲這樣子 吃一個看看 他有花生醬偏乾 但是 不會到很甜 是甜的 但是沒有到那種 你可能裹很多很多 花生醬 然後很膩的那種 甜味吧 然後再來就是他的 因為他的 剖面有看到嗎 他的那個 蛋捲的那個 捲的那個部分 非常的厚 所以你就很 其實很像在吃 餅乾這樣子 然後再配上 你那個醬整個 又酥 又花生 又濃郁的感覺 沒錯 好吃 而且重點是 他的醬真的給超多 多到炸開 好那今天的開箱 就差不多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然後明天我們就 去剪頭髮 早上11點半吧 禮拜六去剪個頭髮 就差不多整理整理 8月初的時候就要出國了 好 那個蛋捲可以推 蠻好吃的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掰掰 掰 大家早安 今天是7月24號 然後現在 欸沒戴手錶 現在差不多應該是 快10點啦 然後我要去剪頭髮 紀錄最後一次 這麼長 的頭髮 要把它剪掉了 因為疫情都沒有去剪 然後 加上要出國 國外剪頭髮 這樣比較貴吧 對啊 下面也變比較 就是毛毛躁躁 這樣子的 所以 今天要把它剪掉 想要剪短頭髮 不知道會不會適合我 反正 我去了美國之後 也不會有人看到我 也沒有人認識我 對啊 所以想說 記得我這一次 就是剪頭髮就 剪一個 短髮吧 GO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雅妮克酸乳卷 一樣是抹茶口味的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龍你幫我拿海綿走走 蛤 幫我拿海綿走走 我可以啊 待會 你要出去啊 多吃一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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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今天是8月3号 礼拜二 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就是我要去做PCR 就是搓鼻子的那个检测 因为上飞机前的三天吧 就要去做这个检测 那要是阴性的你才可以上飞机 没错 好那我跟我弟要去做这个 就是检测的部分 那检测完之后 我还不确定我要干嘛 但是我知道我晚上要去做指甲 就是在出国前做一次 就跟我朋友做 对 好那我们现在就赶快出门 去做PCR 先看一下我的活装空间有多大 就这么大 就这么大 好惨 做完鼻子了 做完PCR 然后直接喷累 超痛的 我们现在来做指甲 可以吗 可以吗 今天雨超爆大人 超像台风 有台风要来 然后礼拜五就要上飞机了 对 最后一次找他做指甲 有限量做的也可以找他 大家我回来了 我刚才下我的手去做指甲嘛 对 差不多是这个型 就是以白色为主 然后去做一些点缀这样子 可爱吧 对 那如果你们有想做的话 我把它的IG放在下面 你们可以去联络他 好 那今天去做PCR嘛 分享一下PCR的那个心得 就是其实我觉得蛮痛的 就是它会戳到一个点 然后会让你一直很不舒服 一直很想要打喷嚏 但我是觉得有点痛 戳到很里面 然后它里面转转转要拔转 大概很快 大概三十秒 对差不多 然后那完之后 今天就下了一个大雨 回家 然后下午去做指甲嘛 对 那在做PCR之前 我有去约签证 我应该还没有分享签证的内容 那有些人问我说 就是我去签证的时候 问了什么问题 签证呢 就是我是约一点半的时候进去 你一进去之后 它会就有一个穿 穿的很像 警卫还是保全 还是警察 反正就是那个 比较正式一点的服装的 工作人员 他就会问你说 你有没有预约单 那如果你有预约单 他就给大家看 他会看上面的条码 然后会看你的日期啊 姓名什么什么 对不对 那你时间到了 他就让你进去 一进去呢 你就等要先 把你电子产品交出来 什么笔电啊 手机都不能带进去的 对 但是他们是有柜子 可以让你 可以让你保管 然后你要给他 驾照或者是健保卡 完了之后呢 你就进去 进去到 安检嘛 安检完之后 你就打 电梯到楼上 楼上它就是有一个 一个 一间 然后那一间 就分了好几个柜台 那可能第一个柜台 是让你 教一些你的基本资料 比方说 照片啊 DS 160 交费收据 什么的 就是他要看这些 有的没的 照片什么东西 他看完 确认是你本人之后 他才会放你到下一关 去按指纹 指纹按完之后 才到下一关去面试 那我记得那时候 面试官就是问我说 你是去哪里 然后去那边要做什么 你读什么科系这样 那谁会帮你付你的学费 你要去多久 你是第一次来到美国 还是你之前有去过 美国做了什么事情 旅游啊 还是交换学生 还是什么的 就他要问一些问题 那他当场就会告诉你说 你的签证是不是有通过 有通过的话呢 就没事 你就等个几天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 礼拜五的时候去 办签证 然后我礼拜 下个礼拜二 我就收到 邮差送来的 就是我的护照 对就很快 很快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 申请期间的关系 怎么快还是 只要是一般的也是 寄送的时间怎么快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 对 我是拿到的时候 就隔个四天 因为他不 应该是不包含假日 差不多他签证就是这样子 一下就过了 而且人其实蛮多的 就等一下就可以进去 我现在其实想要来开箱 因为我刚刚去做指甲嘛 就是 我帮我做指甲的这个朋友 其实算是跟我小学 就认识的 三四年级认识的一个朋友 然后他就 嗯 他就有送我一些 小东西这样子 对 感谢一下他 我跟他说过想要买美妆蛋 然后他就 塞了几盒 这个把它塞 就他原本好像 这个中间是 瘦瘦朗的 然后其他好像就不是 就他就 看他那边有 他就拿给我家 我就不用再买 对他对我很好 好 谢谢 他还送了我一个香水 就是韩国的 有人知道吗 这个叫做 The Face The Face Shop 这个 这个牌子的 The Face Shop的牌子 反正就是一个 蛮好闻的香水 我在坐这家坐好一半 他直接拿他 有开过的香水给我闻 说 欸你觉得香吗 我说香啊 他说安大再送你 天哪 你也太好了吗 谢谢 小周美甲大家搞一些光顾 呵呵 好下一个呢 是 有人还记得黄雨昕吗 就是他有拍 明传 明传那一支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也是客系大不同的 对 然后他就记得 给我露我一个 这样子的包裹 就是一个 对 像这样 然后打开来看一下 原来是钢笔 这是钢笔吗 给大家看 给大家看 长这样 这个应该是 笔 笔本人吧 这个 这个 才是 对 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用欸 这个 很酷 呃 这个 天哪 他有没有说明书 这里有点难 我来看一下 这该 使用说明 有 有了 有了 这一支钢笔 长这样 叮叮 蓝色的 然后写出来是这个 这样子 有人看得到吗 好 我会好好收藏 然后我会把它带去美国 OK 好 那 再来我要再开一个箱 嗯 就是 古娃娃的许奇饼干 之前我有上网看到很想吃 就是很爱吃饼干的一个人 然后 然后呢 我就买了一些 想说 可以带出果实 这种可可的 应该就是 巧克力口味的 的 饼干 哇 打开就很香了 超黑 超黑的饼干 它的这个 曲奇饼干啊 跟我想象中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以为曲奇饼干是那种 是要 咬下去会咔嚓的那种 硬的饼干 可是它居然是那种 软的 而且是 软 酥 跟棉的中间值 它跟 它跟那个 尼尼尼尼的后馅饼干 饼干不太一样 尼尼尼的后馅饼干有点像 布朗尼的那个口感 就是带更绵一点 可是古娃娃的是绵 但是酥 而且不硬 那我会选重可可 是因为重可可不甜 对 所以如果你不是喜欢吃甜的 一样 这个就很适合你 我记得它的官网有写说 它们的饼干是几分甜 几分甜的什么的 那如果你们有 就是 这种 甜度的需求的话 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好吃 但是呢我觉得吃久了应该会 有点干 就是一个吃东西很怕干的人 下一个是 阿萨姆红茶拿铁 这个 对 好那也是 打开来看一下 来给你们看 它好像 打开茶味超重 你马上就可以闻到它有 萨姆茶的味道 天啊 看起来太厉害了 吃一个 它真的是很酥欸 因为如果你是满满的这样 然后想要拿起来的话 我都觉得我快要把它捏碎 吃一个 它的茶味 这一款茶味真的很重 就像是你去喝 真奶 然后 那一家刚好是很 茶味很重的 奶茶 那你就会喜欢这个饼干的味道 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巧克力还不甜 不知道为什么 我 我自己觉得啦 我自己觉得它比 巧克力还不甜 这个呢 是 是 金刚抹茶的 饼干 哇 这个味道就没有像 阿萨姆红茶拿铁的茶味那么重 吃一个看看 啊 它好像碎掉了 啾啾 金刚抹茶的抹茶味没有那么重 因为我记得它这款饼干 好像 除了金刚抹茶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抹茶做的饼干 我也忘记是什么 对 但它的茶味没有 没有 阿萨姆红茶那个还有重 差不多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那我不知道 这个片段之后 会不会有我搜寻里的 小片段 因为我怕会来不及上影片 或者是 对 因为我想要用这支影片来做 嗯 我整个在台湾的总结 那这支影片之后呢 就会都是在美国那边生活的影片 可能暑假之后会回来 还是怎么样 就再看看 对 那也感谢 这一段期间的 订阅者 或是看影片的人 然后还有帮我分享的朋友 真的很感谢你们 平常会看我的影片 然后会在下面留言 或是 看到一些什么东西 会传讯息跟我说 你很喜欢哪一个部分之类的 对真的很感谢大家的帮忙